北京坟墓中挖出巨型人参 形状和逝者一模一样 村民纷纷呼喊鬼神将士 不料专家一席话瞬间道破玄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时间来到2009年 北京顺义区的码头村中 好文棚的二大爷过世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 在老人死后 必须得和自己的老伴葬在一起 这样也说明二者感情深厚 来生还能做夫妻 只不过二大娘去世的比较早 所以如果想把二大爷的坟 牵进二大娘的墓中 就得先把二大娘的墓挖开 这件事本来不归好文棚馆 但二大爷一家却没有此次 所以这个任务还是落到了好文棚手里 为了加快让二大爷安葬 好文棚决定先去购买一些 下葬用的东西 然后让亲戚们先将二大娘的墓挖开 但没想到的是 就在村民们挖开二大娘的坟墓时 诡异的一幕 吓得众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二大娘的坟墓中 突然长出一个奇怪的东西 看起来有点像是人参 但形状非常诡异 粗壮的根莖交错在一起 在场中人全都被震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其中一位村民惊呼 这是不是他二大娘转世 化作这个人参又回来了 但其他村民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有异据 但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敢率先下去 将东西拿出来 就在此刻 买东西的好文棚也急匆匆地回来了 看到墓地里的人参 瞬间变得不淡定了 这个人参的形状非常奇怪 竟然还能看出一些人的模样 再下去触摸一番之后发现 这个东西摸起来还湿湿的 而且质地比较坚硬 和人参还是有些不同 但外围的村民却不知情 大家纷纷表示 这个墓穴中长出人参是祥瑞之杖 但好文棚并没有相信这种说法 紧接着在不久以后 一个见到人参的村民便传来了噩耗 他因为觊觎人参居然大病一场 现在还住在医院中 这下这个神秘的人参 更是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那么这个古怪人参模样的东西 究竟是何物呢 村庄古坟长出神秘之物 外形向人蕴含诅咒 一位村民起了歹心 想要将其变卖 没想到第二天就厄运缠身 倒了大霉 那么这奇怪的人参究竟是何物 他是否真的有神鬼之说呢 眼看村民对其议论纷纷 好文棚赶紧制止了大家的不乱猜想 毕竟二大娘早就过世 这墓中长出奇怪的东西 自己也不想看到 于是便没再去管人参 而是先打算把二大爷的墓赶快安葬 就在众人干活之际 一位工人却起了感心 他认为这个人参一样的东西 肯定价值不符 于是便偷偷掰掉了一块带回了家中 而在即将给坟墓封土时 好文棚也留了个心眼 先给这个奇怪的东西拍了张照 在将二大爷的坟墓安顿好以后 好文棚随即找到了当地的专家 表示自家亲戚的古坟中 长出了一个人参 形状四人 非常怪异 专家对此感到非常好奇 在第二天就来到了村庄中 打算将坟墓再次掘开 看看这个东西究竟是何物 与此同时 村民中也流传出了一个传言 就是上回埋坟的工人中 有人偷偷拿走了人参的一个部分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开始浑身难受 并且胳膊还诡异地骨折了 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 而且巧合的是 这个工人所掰下的部分 正是那个人参的右臂 而他骨折的部位也是右手 这下村民们更加害怕了 人们纷纷觉得 这一定是遭到了诅咒 敢对祥瑞植物动手 这就是下场 但对于村民的这种说法 专家却持反对意见 专家认为村民们太过迷信 而墓中的东西 长得也只不过是巷人而已 并不是二大娘的化身 也不存在什么诅咒之说 说不定这个东西 就是地面上的一株植物的根莖 但此话刚一出口 就被周围的村民反驳了 村民表示 在挖开坟墓以前 周围任何植物都没有 这下直接让专家犯了难 那么诡异的人行人参 究竟是何物呢 古墓挖出人行人参 传闻是望者的化身 并且还伴随诅咒 对其有歹心之人 纷纷遭到迫害 不料专家一句话揭开谜题 人行人参究竟是何物 就在对调查一筹莫展之际 专家只能先取一些样本 回到实验室进行研究 同时在村子里走访 询问大家的意见 这时村里有位老人表示 在村子周围长有很多瓜楼 这个神秘的东西 会不会就是瓜楼的根莖呢 但在对实验室中的瓜楼样本 进行对比之后 专家发现这个植物的表皮 和瓜楼的表皮完全不同 纹理也不一样 调查一时之间陷入了僵持之中 为了搞明白 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专家只能要求好文棚 再次打开坟墓 但这次的要求 却遭到了村民的阻止 村民表示 多次打开坟墓 会招惹来不幸 并且让祥瑞跑掉 这时候专家却笑着解释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一种植物 只有再次打开棺材 才能看清楚 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多次交涉之下 终于同意打开棺材 而没想到 这个神秘的人形植物 居然慢慢地枯萎 看到这一幕的专家 顿时了然于心 断定这就是一种植物 因为没有光合作用的存在 所以才会慢慢枯萎 与此同时 实验室也传来了化验结果 这个东西就是瓜楼 之所以和瓜楼样本 外形有不同的地方 是因为常年 在地下阴暗潮湿的环境中 发生了变异 所以才会和正常的瓜楼 有所区别 而那位遭受到诅咒的村民 其实就是自己不小心摔断了胳膊 根本没有什么组周一说 而且他也不是故意将瓜楼根莖掰断的 而是在下葬填土时 不小心用锄头挖断 这次终于真相大白 好少红心里也深呼了一口气 看来这次二大爷和二大娘 终于能够入土为安了